凤九再次醒来的时候,浑身乏得很,还没有睁开眼睛,一阵熟悉的味道钻进了鼻子里,他又不相信地使劲嗅了嗅,确认是天上人间独一份的白檀香,便要积极睁开眼睛。 这是东华帝君的寝殿,这是三百年前,他画了一身伤,不管不顾跳上的那张床。 凤九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只觉得嘴里有一股心田,穿过屏风的间隔,他看见在屏风另一边的踏上,东华帝君一手抵鹅脚,斜衣着小气。 凤九很少见到帝君如此疲惫的样子,面容轻俭,唇色略有些苍白。 凤九没有叫醒他,就这样静静地看着,想象着也许有一天,他每天早上醒来,就看到这样的一张脸,他也许会逗逗他长长的睫毛, 也许会轻轻吻一下他的鼻子。 这是三百年前,陈贵人最平凡的幸福,却是凤九不知何时才能得到的奢望。 正这样想着,帝君缓缓睁开了眼睛。 凤九赶紧闭上眼睛,他听着帝君起身,越过屏风的脚步声,继而感受到他坐在自己身旁的温热。 上次有个小仙鹅偷懒装睡被我发现了,我让他扫了一万年的地。 帝君摸了摸他的额头,轻轻说道, 凤九缓缓睁开眼睛,啊,这么惨,帝君也太不近人情了。 凤九说完才发现,在他面前,自己的眼计总是这么差。 帝君挑了挑眉毛,眼睛含笑,醒了就开始责怪人了,看来恢复得不错。 凤九看着这样跟他打去的帝君,有一瞬间的恍惚, 我睡了几日了,七日,七日,凤九没想到自己只是被扔进了一个水潭, 不过半日的功夫,竟昏迷了七日。 他想坐起来,却发现浑身没有力气,七日没吃饭了,有力气才怪。 可是我们不是神仙吗? 神仙不是不用吃饭吗? 凤九问得很认真,虽然从小听长辈这样说, 可他从来没试过这么多天不吃饭,感觉真的很不好。 东海养了一只特别大的乌龟,常年趴在那里动也不动, 一万年不吃饭也活得好好的。 你若是躺在这里一动不动,不吃饭估计也没什么大碍。 东华帝君说完,看着他轻笑了一下, 帝君你骂人,凤九的脑子此刻还是有用的, 不知道自己嘟着嘴责备的样子有多可爱。 突然,凤九想到自己被掳走的那天, 帝君浑身是血,又看着帝君比前些日子轻简的脸庞, 轴急地问道,就我的那日,帝君可被那野胡亡伤了。 帝君一副努力回忆,思索的样子, 嗯,他可能还没来得及伤我。 那他的那个三儿子袁太呢? 他可是厉害得很,比他爹还要凶狠。 凤九还是不放心,可能更没来得及。 那就好,凤九心想亏得帝君跑得快, 终于放下心来,浅浅一笑, 额上的凤尾花在苍白的脸上更显娇艳, 帝君,你不知道,这野胡族伪实可恶, 荒淫残暴,惹得民不聊生。 又趁我爷爷和阿爹不在, 动了清秋的坏心思。 等哪一天我法术经意, 飞升了上神,一定要回出了这口恶气, 荡庭笑碧山,毁了地下水牢, 将野胡族属地上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子民解救出来, 一口气断断续续说了太多, 凤九突然感到一股难以控制的气息窜了上来, 冲撞着喉咙,猛烈地咳嗽起来。 有雄心壮志是好的, 只不过等你飞升上神, 得且等一阵子了。 东华帝君说着, 将凤九扶了起来, 扯过两个靠枕, 放在他背后, 让他依靠着, 又端过暗机上的药碗。 碗里的汤药已经凉了, 但在东华首长里待了一会, 栩栩冒出热气来。 东华一勺一勺地给凤九喂起药来, 凤九看着帝君要为他吃药, 愣在了那里。 本帝君此刻为你做的这些都要记在账上, 日后要还的。 凤九心想这帝君果然还是那么不尽人情, 便放心大胆地喝起来, 反正日后也是要还的,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可是不知怎的, 眼睛还是渐渐隆起一汪清泉。 有这么难喝吗? 帝君语气难得温柔, 凤九扑斥一声笑了, 把泪也憋了回去, 太成功的厨房, 三百年前就做不出什么好吃的东西了。 等帝君一个人惯了, 好吃不好吃, 无非是一个人的事。 帝君喂药的手又送到了凤九的唇边, 凤九听了这话, 却心疼得紧, 双手握住了那个送药的手, 说,等凤九好了, 凤九给你做好吃的, 好不好? 帝君愣了一下, 看着凤九清澈纯真的眼睛, 最好是好吃, 不然就在太成功扫三万年的地, 洗两万年的衣服。 凤九的眼睛接着笑成了两万月亮, 一口喝下那一勺送到嘴边的药。 凤九喝下药后没多久就睡着了, 不知睡了多久, 突然感受到体内寒气肆虐, 像一只大手紧紧攥住了心肺, 连呼吸都困难, 好像提一口气上来都会耗尽全部力量。 凤九受了寒气侵袭后, 虚弱的几乎不可能再施仙法, 没有仙法压制, 只能硬生生地抗, 从开始瑟瑟发抖, 到最后抖到整张床都在晃动。 凤九迷糊间, 听到有人语气焦急地换着凤九, 凤九, 但连呼吸的力气都没有, 凤九又怎么能应答呢? 只能往外动出一个又一个的冷字。 后来, 凤九感觉身上压了一床又一床的被子, 但只是让身子压在下面, 感到越来越沉重, 体内的寒气依旧在四肢百海流窜。 直到, 凤九感到一个温热的身体, 将它紧紧拥在胸前, 一股温热的气息徐徐输入它的体内, 那股寒气才算有了些许收敛。 片刻, 凤九可以顺畅地呼吸了, 身体依然微微抖着, 嘴里迷迷糊糊喊道, 爹爹, 小九疼, 别打了, 小九再也不敢了。 睡吧, 九儿, 以后都不打了。 深沉温热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吹得凤九痒痒的, 让它不自觉地摆了摆头, 那双有力的臂膀将它往怀中更深处带了一袋。 原来梅此像跌跌告扰时, 得到的总是生硬的训斥, 从未像这次一样, 得来一句哄它的话。 不久, 凤九便闻着清雅的白痰香味, 又渐渐睡沉了。 凤九在太陈宫东华 帝君的悉心照顾下, 恢复得十分迅速。 不仅身子大好了, 连心情也是三百年来最好的时候。 只是每晚的子夜时分, 都要承受体内寒流作乱之苦, 让凤九不堪其苦。 这寒冷是冷彻筋骨的疼痛, 连呼吸都无法顺畅。 每每发作起来, 凤九都意识模糊, 胡言乱语, 可算将自己以前的糗事 向帝君抖了个干净, 什么偷偷给讲解佛经的先生 偷下把痘, 让先生无法来上课, 因此省下了很多作业, 在阿娘房间调皮涂坏了一幅画, 没想到, 竟是阿爹给阿娘的定情物, 自然少不了一番皮肉之苦。 趁灰狼弟弟睡觉, 将他头顶上的毛都拔了, 只因他抢了自己的红薯, 害得灰狼弟弟第二天醒来, 看到自己的样子, 大哭不止。 当然, 还有各种对帝君的花式表白。 可是凤九对自己在帝君面前 已经毫无保留这件事, 一无所知。 起初几天, 凤九无比渴望那个温热的身体 将自己抱住, 但彼时的凤九心里并没有揣着什么旁的心思, 只是因为冷起来实在难受得紧。 可随着凤九在太成功休养, 一碗一碗药汤下肚, 体内的寒气满满消减, 即使偶尔肆虐, 凤九也可以自行先反压制, 发作起来也就不那么冷了。 于是凤九就有经历, 动起了别的心思, 即使没有冷到发抖, 他也会偷偷地故意抖起来。 只要抖一抖, 喊句冷, 不一会, 东华帝君就会乖乖跑过来抱他, 一个手扶在他的头上, 一个手还着他的腰, 还会温柔地说好话哄着, 亲生问好些了吗? 凤九一边好笑, 经历了三百年, 没想到演技竟已提高迅速, 骗过了帝君, 一边深深地陷在这种 巨大的幸福里, 毫无招架的能力。 偶尔, 凤九会想到自己伤好的那天, 也许终究要离开, 便无比伤情起来。 可是又转念一想, 为何为了以后不确定的分别, 而错过了眼下的幸福? 现在的时刻, 与以后的时刻, 不是同样珍贵吗? 这样美好的日子, 终于被折眼, 这只老凤凰打破了。 刚搭上麦, 老凤凰就一副 突然开了眼界的样子, 挑起了眉眼, 这赤金, 血果然名不虚传。 一般人一旦被这千年寒气侵入, 不是死, 也觉落下终身顽疾, 每每发作, 便痛不欲生。 就算是东华帝君亲自疗伤, 也要为一年半载。 但有了这赤金血加持, 各把月里, 静好的如此之快, 修为甚至还略有长进。 他看了一眼东华, 没想到你, 竟然拥有这样的宝贝。 凤九从来没听说过, 赤金血这个东西, 但回忆每次的药汤中, 确实有股心甜。 赤金血是什么? 很名贵吗?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 左右我还有的是。 没等折颜回答, 东华帝君便搪塞道。 折颜听了帝君的话, 便心领神会, 不再想解赤金血, 但看东华脸色又为时担心, 我瞧你这气色, 这赤金血恐怕不可再用了。 况且凤九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你可瞧仔细了, 他没完紫时前后, 仍会冷得厉害, 可是何故? 这不太可能啊, 脉相已经稳健, 老凤凰听闻也怀疑起自己来, 又搭上了凤九的脉, 细细诊断起来。 凤九眼看自己的谎言, 就要被拆穿了, 急忙偷偷拽起折颜的衣袖, 向他拼命眨眼睛。 哲言立刻心领神会, 随轻壳一声, 顿了一顿, 说道, 冷吗? 这是正常的, 估计, 估计还得冷上个把月, 又看了一眼凤九, 见凤九急切地微微摇头, 急忙改口道, 哦不, 起码要冷上半年内。 一年, 看凤九频频不满意的眼神, 哲言总不好扯出十年这样的谎, 便问道, 小九, 你自己感觉如何? 凤九立马气若油丝地说道, 我感觉永远都不会好了, 好像是落下了你刚才说的终身顽疾。 哲言对凤九的野心还真是刮目相看, 居然想在帝君这里赖上一辈子, 所以继续道, 其实终身也不打紧, 无非冷起来的时候, 抱一抱, 加床棉被也就好了。 导师这吃惊喜, 大可不必了。 凤九对这抱一抱的治病之法略微羞涩, 但很失受用, 这二人的一出戏自然骗不过东华帝君。 帝君听闻凤九已无大碍, 心中的挂碍暂时放下, 又为自己竞对一个小丫头的雕虫小技蒙过了眼, 震惊了一小夏。 哲言开完后三个月须喝的药方, 便急于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脚底抹油地快快离开了。 凤九自然以为何哲言成功骗过了帝君。 当夜, 凤九又开始冷地抖了起来, 却没有帝君起身走来的动静。 凤九心下有些怀疑是被帝君发现了, 但仍不甘心, 在床上又阴阴喊得几声冷, 却如石沉大海, 帝君还是没有来。 凤九心下一凉, 跳下床, 来不及穿鞋, 就把在屏风缝隙处朝帝君的踏上看。 帝君背对着他, 看不见他是否睡着了。 凤九捏手捏脚过去, 看到帝君双目紧闭, 呼吸匀衬, 像是在熟睡。 不知是哪根筋没有搭队, 凤九想也没有想, 就爬上了帝君的踏, 掀起帝君的胳膊, 就钻进了他的怀里, 头还往怀里蹭了蹭。 一套动作如此熟练地做下来, 凤九突然有一瞬间的愣神, 感觉自己好像是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可是他也并没有想改正。 大不了, 在明天早晨帝君醒来之前, 他赶紧回到自己的踏上就死了, 何况他们曾经是夫妻, 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一想到帝君还在睡着, 凤九就连动也不敢动了, 怕吵醒他, 却不想一个慵懒的声音, 从头上方传来。 为什么女人都爱往我床上爬? 凤九听了这话, 一个机灵就坐了起来, 困意全无, 撅起小嘴, 则问道, 还有哪个女人爬过你的床? 何时爬的? 你是如何做的? 醋一来的这样凶猛, 甚至都激出了些许泪水, 问题连猪泡一样的抛了出来, 凤九却突然意识到最后一个问题, 问得似乎有点出格了, 但脱口而出的问题也收不回来了, 凤九只好尴尬地呆坐着, 不知所措。 东华帝君缓缓睁开眼睛, 半坐起来, 用一只手撑着鹅角, 好笑地看着他。 他鹅角的凤尾花, 在深夜的朦胧月光下, 显得这样娇羞美丽, 看来清秋女君对应该做什么, 导师十分了解。 凤九全身的血, 似乎都已经涌在了自己的脸上, 幸好夜色浓重, 才不会对东华看到这一副 扫红了脸的样子。 清秋女君这四个字, 让他突然想起了, 自己身份还如此高贵, 代表着清秋的脸面, 他可不能再任由东华继续打去了, 便急急伸出一只手, 堵在了东华的嘴上, 不许说了。 东华顺势抓住他的手, 一把将他带到了怀里。 凤九被他估着, 一动也动弹不得, 只感到额头处的猴杰轻轻动着, 让他有些痒, 低沉又深情的声音在头顶上传来, 除了你, 其他的, 我都扔出去了。 凤九想, 以后无论如何, 他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 将这一刻, 深深记在心里。 急急跑进来, 有事禀报的四命星君, 差点撞上匆匆往外走的东华帝君, 一个急停, 心想, 幸亏自己反应快, 不然成了撞进帝君怀里的第一个男人, 他是要去凡间历劫一番。 何事? 四命星君看东华帝君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遂言简意该地说道, 启禀帝君, 白泽神君又来了, 就在太陈宫门外, 让他走。 帝君, 这白泽神君已经来了第八次了, 四命星君显出一副为难的样子, 是否让他见一下小殿下。 他说, 只要确认小殿下平安, 就不再相扰。 为何要让他见? 东华帝君的一句话让私命哑口无言, 值得搬出人人都能领会, 但是东华帝君领会不了的理由, 帝君昔日与白泽神君一起征战, 小仙想着总有些情义, 不必太苛刻, 况且他又曾是父神座下。 本帝君叹道秦翠山结界, 已经出现第二道裂痕, 没有闲情意志, 听你在这把十几万年的故人就是一一回忆, 你若能解决, 就去解决, 解决不了本帝君自有解决的法子。 四命星君知道东华帝君动怒了, 立马收起了嬉皮笑脸, 严肃地道, 小仙这就去。 等等, 东华帝君收住了刚刚抬起的脚, 上次让你查的事, 查到了吗? 小仙惭愧, 凡人气韵, 小仙了然于凶, 可这神仙的, 小仙实在无能为力。 不过, 不过什么? 小仙翻看了几乎所有的史籍名册, 都没有找到关于文昌帝君的一定点资料, 况且这白泽神君早在十几万年前就有了仙号植物, 想来, 这文昌帝君与他无甚关系。 东华帝君不觉猝了下眉, 眼神望向渺远空洞处, 扔下一句继续查, 就匆匆离开了。 东华帝君来到少婉寝宫门前, 喷的一声推开了门, 正趴在踏上看莫冤来信的少婉, 猝不及防, 差点一个咕噜滚下来, 看定来人是东华帝君后, 他胡乱地将信往身上有口袋的地方塞, 终于勉勉强强, 窝成一团, 塞进了袖子中, 满脸通红地怒斥道, 为什么不敲门? 你除了看莫冤的那几封破信, 还能有什么不可见人的? 说着, 东华帝君携坐在了一方客塔上, 那我要是在洗澡, 换衣服, 睡觉呢? 岂不要被你看了去? 没兴趣? 少婉几乎要被他气得晕死过去, 不过从小到大也习惯了, 靠的都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口诀, 心中默念, 他是块石头, 他是块石头, 不跟他一般见识, 不跟他一般见识, 本帝君探到秦翠山结界已有了第二道裂痕, 立拔错破结界而出的日子很有可能会提前, 东华帝君严肃的表情让少婉也瞬间消了气, 这么快? 立拔错, 真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还是执念如此深, 真是辜负了你当年的一番好意, 本帝君没什么好意, 只不过还他一个恩情罢了, 东华帝君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我只是担心凤酒, 前几日我教你亏心术, 让你重塑自己的心境, 将小狐狸藏起来, 你习得如何? 东华帝君略一挑眉,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少婉一副惊讶的样子, 东华帝君向来学东西指一遍, 便过目不忘, 无师自通, 而且自负甚高, 这次静自己说了句不怎么样, 简直不可思议, 带我去你心里看一看, 少婉入定, 元神入了东华帝君的心境, 待了不足一刻, 就急急出来了, 完了完了, 东华帝君自知情况也许不妙, 心虚地问道, 如何? 倒是不在佛林花下藏着了, 少婉一副无奈又打去他的样子, 你把他带去了碧海苍鸣, 都过上日子了, 完了完了, 没救了没救了, 少婉摇着头, 一挺身躺在了自己的踏上, 翘着脚, 双手抱在脑后, 一副无计可施的样子, 你教的本来就是三脚猫的皮毛功夫, 况且, 我本想等他伤好后回了青秋, 再好好练习, 谁知立拔错这么快就, 得了吧, 少婉一听他说自己是三脚猫的功夫, 一个机灵坐了起来, 我是学个皮毛, 远远不及立拔错, 可你照我的法子造几层幻境, 略微藏一下它, 还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假以时日的练习, 说不定能悟出更深一层, 可你这么管不住自己的心, 等他伤好了回青秋的时候, 恐怕除了他自己, 你还得藏一堆狐狸崽子吧, 东华帝君美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怪不得莫冤只给你写信, 不愿来找你, 这么吵, 还是耳不听为敬的好, 你, 东华帝君每次都戳到他的痛点, 以后再怎么求姐姐, 姐姐也不会帮你了, 眼下却有一事需要你帮忙, 三日之后, 是凤九的生辰, 我会在太陈宫为他过一次生辰, 晚上将他送回青秋, 当晚, 你进到他的心境, 将他从孝毕宫来太陈宫这一段日子的记忆, 全部抹除, 东华帝君的声音顿了顿, 继继继续说道, 等他忘记, 乖乖在青秋做女君, 我自会去避海苍林, 避关休养, 也会静下心来, 好好参悟你的皮毛亏心术, 不可能, 邵婉连连白首, 且不说瞒着他改他的记忆是否道德, 就说, 我这皮毛亏心术, 很有可能一个不小心, 就造成他的记忆混乱, 到时候, 他永远理不清自己的记忆, 得了失心疯, 你怎么办, 这是最有可能保全他的办法, 那去你的记忆里, 把他全部抹除, 不是能更好地保全他吗? 你以为你这皮毛功夫, 能动得了我的记忆? 少晚想起初探东华帝君心境的时候, 只伸伸手, 想动弄下小狐狸, 就狂风大作, 将他生生推了出来, 便气势弱了大半, 低声说道, 能救小狐狸的不是我, 是你, 要么, 你放下执念, 将他忘了, 放不下, 你就拉着他进幻境, 大不了一起死, 又如何? 破除力拔挫的幻境, 杀了他, 可不是喊喊口号正简单, 本帝君进他幻境, 不是去送死, 而是去杀他的, 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东华帝君起身走到门口, 举起手中墨渊的书信, 想不明白, 这答翻烂了的信, 就去墨渊处取吧, 少晚一抹袖子, 空空如也, 暴跳如雷, 你何时偷了我的信? 你若我心静, 原神还没回先体的时候, 光明正大的从你袖子中取出的, 这也叫偷, 东华帝君留下了一个背影, 晃了晃手中的信, 等你的消息。